我手里拿的是拼多多上一把80块钱包邮的钢剑 号称是龙泉剑 感觉还挺结实的 但其实有远比这个贵得多的龙泉剑 几千 上万 乃至几百万的都有 它们凭什么卖这么贵 和80块钱的剑有什么区别 贵就等于更强吗 这期视频我们去到了宝剑的诞生地 浙江龙泉 实地拍摄宝剑锻造的过程 自己也学着上手锻造 甚至买了一把昂贵的龙泉剑 来和我的拼多多80元龙泉剑对抗 看看到底谁更强 一提到龙泉剑 我一下就会想到不良人 主角李星云用的就是龙泉剑 戏份非常多 其实龙泉剑在武侠游戏里也出场蛮多的 现实历史里考据的话 据说是春秋时代欧野子 选择了龙泉一代来断剑 龙泉确实是货真价实的铸剑重镇 而且我们今天要拜访了两个工厂 它们的断剑工艺也拿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证书 那张老师这是我从拼多多上买来的一把龙泉剑 先帮我看一看是不是龙泉剑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低端的剑 这个刀条也是一个铁板做的 装饰也是一个合金的 这叫它一个奇窍 所以是一个很低端的一个剑 猜猜多少钱 这个是百八块钱的东西 我86块钱卖的 我还把你叫高了 我们龙泉宝剑 它的自助的工序是很复杂的 这里是神广龙剑铺 我今天会在这里体验一把龙泉剑 从无到有的每一个环节 现场很吵而且很热 师傅们还要一天几个小时的一直敲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不是主剑的第一个环节 是 这个叫做 毛坯 就是用这个铁 好热这里 这里的温度很高很高的 在炼铁工艺成熟之前 青铜武器更主流 青铜融化成液体以后 被倒进模具冷却成型 这种工艺叫做铸造 但是铸造铁器 并不适合用来做武器 因为铁的熔点很高 古代火炉很难维持这么高的温度 而且铸造的铁器 容易产生气孔和杂质 含炭量过高太脆了 很容易折断 于是在春秋末期 中国古代的工匠找到一个方法 来生产更强更实用的铁制武器 就是锻造 高温的目的并不是融化铁 而是让铁达到可塑状态 而且这个时候 碳里的碳原子也会渗透进铁块 增加合金的含炭量 让铁变成钢 接下来就是断打 好烫 我可以试一试吗 很烫的 生不了你 可以 真的不可以 夹好 夹好 对 好亮 像太阳一样 用这个小锤 很烫 对对对 我怎么砸不出那么大的火星了 火星是它那个火猴到了那时候 可塑状态的铁块 在不断锤打中变得扁平 继而变成箭的初步形态 除了手工锤打的古法 现在也会依赖用电的工业断锤来提高效率 铁块被打到足够平之后 需要把它翻折 完全折叠 然后再重新断打 这样子反复的过程要多少次大概 大概五六十次 五六十次 就可以成型 对 从这个到这个 一个下午 我自己来的话我可能要垂了一个月 可不一定 多次折叠会让钢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纹理 而且每一次折叠纹理的层数都会加倍 最终会在健身上形成这样非常独特的 那个火盒到的时候 它就很多火星 放开来的话 你一不小心它就捏在你身上 捏在你皮肤上 这个火很辛苦的 走到这个地方 我就感受到了 其实我在接近冶炼火炉 离中心还有一米多的时候 我已经心里面没有任何侥幸了 这个火 真不是我能干的 每一次尝试靠近1600度的高温 都会拉响我的生物本能警报 但同时 我又觉得融化的铁块 从黑到红 再到明黄 亮得像太阳 真的很漂亮 其实我现在根本看不清 我眼前就是花的 眼前就一个黄色的光斑 就这样走到哪儿 晃到哪里 我人都看不清 眼睛里都泪水直接出来 温度太高了 这个远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不容易 当键的最终形状基本完成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真正决定键的硬度和韧性的关键 脆火和回火 脆火是将加热到一定温度的键 快速冷却 过程中形成的马式体结构 使键身变得非常硬 但也相对更脆 回火 就是在脆火之后 键再次被加热到较低的温度 然后慢慢冷却 这一步减少了脆火造成的脆性 恢复一定的韧性 确保键既锋利又不易折断 键的身体基本上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打磨 雕琢和组装的过程 磨它 它做起来是高低不平稳 我们先用这个粗的就把它磨平了 它是不是看它亮了就算好 那没那么快呢 我没那么快 我都觉得它亮那么少 一把键要磨七八天呢 把键身打磨到光滑光亮的程度 就可以为它制作键饼和键鞘 多少磨了点 最后再把它们组装起来 这个叫做柴铜的冷月 这个是黄铜的纯钧 金属键往上穿 我这是木工师傅做的零件 今天体验的所有环节里面 只有拧螺丝这个环节是我熟悉的 这样一把键就完成了 一把正宗的龙拳键 它的制作周期从三个月到半年不等 便宜的千元一把贵的尚不封顶 上面相金相钻 各种DIY的雕花刻字 这成本一下就上去了 和我带过来的拼多多龙拳键相比 高档龙拳键的工艺实在是细腻太多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更好奇的是 它是不是真的强度和韧性都要更优秀 工匠的汉水铸造出来的民建 是有与之相称的强悍的 诱惑是说其实现代工业 早已经把这些都踩在脚下了 轻易可以生产出任意纯度的合金 都优于古法所能锻造的任何一把剑 当然 它们是不可能借我一把几万块钱的剑去砍的 我只能够自己买一把 这把是价值一万块钱的龙拳宝剑 而这把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八十多块钱的剑 现在我们就要让它们俩进行对砍 看看到底谁更硬 周围其实围了一些观众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看看 这个切口很深啊 比我想象的要深 拼多多这把 用料也是硬度高的高碳钢 但一键剔砍下去 互相造成的伤害差距非常大 八十块的这把 一下就产生了大概有三毫米深的凹口 剑身都弯了 而龙拳剑有那么一点点磨损 但几乎可以说是毫发无伤 很可怕的是 垫在下面的布直接被斩断 甚至下面的石头也被划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 之所以真龙拳比假龙拳生猛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两种制作工艺的热处理环节不同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 经历反复脆火回火的剑 硬度会显著 比七额钢板做出来的量产剑高很多 为了让大家对剑的威力有更加直观的了解 我还有一个小幕后想要分享 我在龙拳保健厂里 遇到了一个先锋道骨略微发福的师傅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做那种精神戏表演的 没想到在我们怂恿师傅露一手之后 七十岁高龄的师傅表演了这个 瞬间砍断 切口整齐干净 竹子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愣在了空中 就像武侠小说一样 真的是太厉害了 其实去之前我更感兴趣的是 龙拳舰里面的龙拳两个字 名气很大 传说是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慧改名的龙拳 但这个故事实际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名文的史料 整个就很像是现代人后来搞出来的旅游噱头 所以其实我在策划这场对决的时候 心里是持怀疑态度的 毕竟总有人说 现代工业任何一把刀放到古代都是宝刀 但是在实际体验了锻造 实际测试了剑剑对砍之后 我觉得避讳的故事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古法断也制剑法 这种淳朴的工艺带来的文化价值 还有它非常独特的审美特性 和实实在在的物理性能 真的是牛丸还是要手打的 兵器还是要锻造的 现在我也是信徒了 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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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最後不要忘記留下三載喔